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自己的一个特色 我的口流语 找说话 而且永远笑笑 少说话 我蛮喜欢那个角色的跟我自己也很像 生活中我们也了解了大哥很多一些很可爱的一面 一条大楼梦 跟他在一起拍戏会一直笑 累得不行你看到他了以后马上就复活了 你是干什么的 我就是个小裁缝 大海 我觉得跟他本人的很多性格都比较接近 有点韧性 比较血性 不爱表现 有的时候我跟黄梓涛说 为了安全考虑让替身上 他会很生气 他说我能做呀 拍完戏下来他就自己开始唱歌 开始ROP 在现场他除了生病 不生病他有用不安的经历 永远在现场没有一个正形 但他也是永远给大家带来欢乐 王凯真的是意外收获 让这个戏有光彩 非常有礼貌非常肯学习 范川是一个会的军人 他的那个骑马追火车的戏 拍了很多条都是为了磨合这个马和火车的速度 我不断地跟他说再近点再近点 他就一直在照顾 还是让我挺清楚 这个也太不正规了吧 范川这个角色有时候比较高了 但其实很多时候还挺可爱 我能一枪干掉一个 台湾都没血 我出演的角色叫《大国》 该是便利的 然后他是一个八路军 然后比较硬脾气 有个性 看照片我觉得就对 但是一张嘴台湾枪 一个由最普通的平民百姓组成的敢死队 每个人物都鲜活 干 小忠忠成就大事 又热血又搞笑 戏里的不是有一段 他那个土地爬的这样子一个段落吗 在片中的表演是真实的 假的 假的 因为我不会弹批号 我听说他的片场是非常严厉的 不严厉 他很搞笑 有没有提出批评你怎么做 没有批评我 更多的是表演